这个马良这一部分作品呢 就是您来作为策展人的 那个名字叫恋恋风尘 恋恋风尘 恋恋风尘 那为什么要选择恋恋风尘 来作为命名呢 恋恋风尘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除了这个移动照相馆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这组作品 对 叫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照相馆 对 青梅竹马照相馆 我看到这个标题 我就想起这个侯孝贤的电影 老郎的这个校园民谣 就类似全是这些记忆 我们就是年轻的时候 曾经经历过的那些 文艺的那些记忆 所以我马上就想到了 这个恋恋风尘这个词 对 那么我看到您这个导演上面 就写的这个是马良 其实在移动照相馆之后的 六年以后 对对 2018年做的一个项目 然后也是一个公共的艺术项目 那在这个青梅竹马照相馆当中 因为当时我记得 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呼应 因为它在微博上 对对对 它就是发起让大家恋人 或者是夫妻可以发照片给它 发照片给它 它做一个项目 能不能介绍这个 青梅竹马照相馆艺术作品的 背后的故事 好 这个作品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它就是希望 在微博上发起这样一个 真目的吧 就是让大家把你们各自的 小时候的照片 收集起来 寄给它 然后它呢 通过PS的方式 就是很简单 那时候就是要么就是这种 小视频 短视频 它把两个人 原本其实那个时候不相识 但是我把他们的历史 又往前推了嘛 把两个人的情感 其实又推到了他们 十几年前 或者二十年前 就好像他们童年的时候 就已经认识了 对已经相识了 是吧 但是我觉得最好玩的 最搞笑的 就是最有趣的 就是它会出现这种 GIF的动作 这GIF的动作 就让我们想起这个 一百年前的电影 就卓别林的电影 就是那种 特别有那种怀旧感 对 而且 就是那种怀旧感 就加强了那种 童真的 对 童真的 浪漫的感觉 是是是 然后有意思的就是 它在处理的时候 它保留了那种颗粒度嘛 就是老照片的 那种颗粒度 那种质感 所以呈现出来以后 无论是视频的 还是照片的 都有一种那种 老电影的感觉 就那种时代感在里面 然后它同时也收集 这些老的这些相框 还有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什么收音机 各种仪器 都是小时候 印象很深的那些东西 然后它通过这种方式 重新组装 把它组装成这样一个东西 这有点像 其实小时候 我们都有相框嘛 家里 是吧 就每个家里 都会墙上挂一个这个 是吧 然后你每次拍的照片 拿回来以后 这个家长 这个一定要 这个很庄重的一个仪式 把它打开 然后把它装表起来 重新去编排 对 这个 然后我觉得它这些物件 就唤起了我们 那个时候的一些建议 是的 是的 而且我觉得马莲很有意思 它为它创造了 每一幅就是童年的时候的 就是无中生有的这种场景 对 场景 是的 在一起的场景 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它会在某一个地方 给你一个小惊喜 比如说有的脚在动 有的球在动 是吧 有的头在动 这就是细节的美意 很有意思 细节的美意 对 对 谢谢 感谢